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的比特币会怎么样去走呢 我们马上去看 好我们来到比特币天图 天图都还是位于这个比较大的区域内啊 进行盘整的好一段时间呢 是从去年的6月13号到现在 那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在这一个位置是测试了真的非常多次 都还没有突破的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的 就是要密切的去关注这一个位置 因为上方我就有提到了 他是一个真空区域 也就是说他真的是可以突破 这么重要的一个阻力位 那接下来他将会继续的上涨 我们可以看到27,28,000 甚至3万的这个比特币 现在整体走势依然还是非常的强势啊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来看 你看这个天图 他在这个区域已经震荡了好一段时间了 你看在这个区域哦在这里这个区域 那你今天可以看得到他的收盘还是一样的 就是收回了在这一个支撑的上方哦 已经是有两次的测试了 还是一样 在天图还有什么可以去关注的 我把这些给删了 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更容易的可以看得到 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画上一个上行通道 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他碰到这个次数是还蛮漂亮的 你看都是在这里无法突破 然后支撑的这个位置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哦 你可以去留意 其实他在中轴的这个位置哦 也是没有去跌破的 所以接下来他只要是可以成功突破这个阻力 那也就说可以突破这个上行通道 突破了之后其实就是有这个很大上涨空间 那如果说他还是一样无法突破的 那还是会进行这个挑战哦 回调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再重新的挑战再继续的上涨 所以你可以去留意这一个上行通道 那上行通道 你还可以打开这个EMA ribbon EMA ribbon就是他一直都是在EMA ribbon的上方 如果说他跌破EMA ribbon 那将会引来一波比较大的一个回调 所以在EMA ribbon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都还是在上方的 也就是说接下来他这样的一个回调 然后再继续的上涨 他都还是很健康哦 在这里这个位置 因为他还是在EMA ribbon的上方 好那除了EMA ribbon可以参考 我们也可以打开 我们也可以打开EMA10和20 那10和20你可以看 他都还是在上方了 都没有跌破EMA10和20 所以现在其实整体的上涨的趋势 都还是蛮强势的 在这里打开Fibonacci从底部 拉到底部的一个位置 那你可以看 其实他真的很强势 因为他的这个整体的回调只是到0.382 那如果说可以到0.618 其实是还不错的 所以比特币你只需要关注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阻力位啊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他只要是一直都无法突破 那将会有迎来这一波的一个回调 就比如他出现了一些假突破的一个动作 那回到来下方还是可以做空啊 就是跟我上一期影片所提到的 如果他没有突破都还是可以做空 假突破也可以做空 只是你需要做好准备 因为他突破了之后 他其实上涨的将会很强势 所以他要是无法突破 回到来下方 那你就是还可以做空 然后目标价位呢 都还是一样的 就是去参考这个上行通道的支撑趋势线 啊在这里这一个位置 要不然呢 你可以参考的就是这个飞波纳奇 那目前的这个0.618呢 是在22844这个位置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好我们来看比特币的一小时图 在一小时图 我在之前的影片就有提到了 如果说他再次的无法突破 还是假突破 那就是一个很好做空的机会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我也有很多的会员呢 都有去接到了这个空 要恭喜他们 那获得了这个引力 那有一些没有接到空 在跌破这个三角形的时候啊 就在这里这个位置跌破的时候去接 好来看我的会员群 我在昨天8点32分的时候 我是提到比特币确实存在一个风险 因为有很多人担心持有这个空单 要不要马上离场了 因为他没有跌破前低 所以大家就很害怕 那我就告诉他们其实都不需要担心的 因为这个位置是一个很强的阻力 再加上有一个趋势线 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是没有突破 其实空单都可以拿着 要是突破了我们就平仓啊 就是止损再找机会 那我是不建议在这个位置去做多的啊 最好都还是在这一些 重要的支撑位再去找啊 因为盈亏比好 我提到的就是这个位置 因为他们非常担心 就是担心比特币会不会突然暴涨的 那我就有画了这个区域啊 告诉他们只要是没有突破 其实都不需要担心啊 其实我觉得大家进我的这个会员群里面 最主要的就是要得到这种安心 那我就告诉他们好 你在上方的这个空单 还是你跌破做空的这个空单 你就继续的拿着啊 继续的拿着 然后再继续的下跌 跌破了这个前跌的时候 那我就告诉他们哦 记得要去拿你部分的盈利 还有就是代飞之盈 那代飞之盈就是设置止损 在你的经厂加位去保护 所以目前的这个空单是拿了部分的盈利 然后就已经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已经出场了 那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 要会怎么样去走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呢 你就多关注就是这个阻力位了 要做多做空的 都是关注突破可以右侧做多 那如果说假突破 那你就可以去做空了 在这里留意这个位置 因为最好操作的位置 目前呢都是在这里是最好的 要不然就是你等他有这个回调到这一些很重要的支撑位置 再去找做多的机会 中间这个位置其实真的不太好操作 好我们下来看他目前是涨到了什么位置 你从这里来一个飞伯纳起到这个位置 他回调到0.68 其实如果说他真的是无法突破 那接下来还会继续的下跌 那中间真的是不好操作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可以多留意这个阻力支撑和支撑的位置 去找机会比较好 你可以使用我的链接去注册币安和BinkX的这个账号 有20%的反线 Bybit和BigGate都有很高的充值福利 现在的Bybit的活动我有高达3万美金的福利 而BigGate有高达1万美金的福利 那大家可以马上使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并且解锁这个福利 那除了这个以外 点击我的这个社群啊 就送出这个每周送出一个100U 除了这个以外哦 还有就是这个啊 2月份的Bybit和Nikki丹妮菲的iPad活动 只需入境100U开始进行交易 就可以赢取iPad了 这个是3月份我会公布的一个幸运额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使用的话赶紧哦 接下来呢 每一个月都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哦 可以就是送给大家的 只要你有使用我的链接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以太 好来到以太币的4小时图 以太都还是在于这个区域盘整 那我在上一期影片也就有提到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三角形哦 那如果说你之前有看了我的影片 今天有在这个三角形的位置主力啊去做空的呢 要恭喜你就是获得了这一波的盈利 好这是我的会员群在昨天的三点 我就有提到以太币没有成功突破 已经跌破了三角形啊 在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跌破的时候是很好做空的 那我就有提到了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Fibonacci的0.382 0.5和0.618 那我是建议就是分批去拿这个盈利的 好我们现在回到以太币的这一张图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Fibonacci 然后打开了这个Fibonacci 你可以留意到其实这个以太币 他就下跌到了0.5这个位置 所以当他跌破的时候 你设置你的止损在这个上方的位置 其实盈亏比来说真的都还不错的 你看下跌到这个位置有56点 而你的这个亏损是差不多在17左右啊 一个1%对比一个3点多% 那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之前我就有提到在这个位置去做空吧 基本上这个位置去做空下跌了啊 这个拿部分的盈利是还蛮可观的 所以要恭喜大家 如果你之前有看了我的影片 因为就有提到要破了 他不是往上破就是往下要破嘛 因为这个市场都是一直不断的在走 所以你真的不需要担心没有这个机会的 只是现在的这个以太 其实他真的来到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 首先他是跌破后的一个回踩 那除了这个以外 然后给大家看 啊来一个Fibonacci 从顶部来到这个底部的一个位置 你会发现他其实就是涨到了一个0.618的一个位置啊 好他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就是下跌后 跟比特币一样回踩到0.618 那接下来进一步的继续下跌啊 然后到这个目标价位就是在这里这个位置啊 这个就是三角形的一个目标价位啊 好那现在这个位置要不要去进行操作啊 我是不太建议去进行操作 因为这个上涨真的非常强势 你看这个啊上涨真的很强势 所以最好你要进行操作 是在什么位置进行操作的 最好都还是一样的 就是等待上方的这个位置 所以如果说他接下来突破了这个三角形 那你就不作为一个参考了 啊不作为一个参考这个三角形 好我们直接就参考这个Fibonacci 好你看现在是在0.618 好所以接下来你可以去留意他到了这个阻力位置 还是一样如果没有突破 还是假突破就是一个很好做空的一个位置啊 就是在这里主要还是盈亏比比较好 那如果你要加入我的会员可以点击这个加入 那点击加入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内容了 然后每个月只是需要马币100哦 所以其实真的不贵哦 大家可以一起进来交流和学习 而且我有及时的这个分析呢 都会发到群组里面 那因为来临的这个26号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会在这个群里面 你看我会送出很多的这个奖金啊 奖励啊福利啊给我的普通的会员 还有VIP 那在我的VIP群 除了有我带单以外呢 还有我的团队带单的 你可以看他在2月18号的时候就 提醒就是分批做空在1710 1720和1730 那我们回到以太平的这个图 就是在1710 然后1720和1730啊 这样的一个分批去做空 所以还蛮漂亮的哦 这个整体的走势 所以还蛮漂亮的这个空单进到 然后你看他的这个指引1234 都有给指引是在1609啊 1609你看就是在这个位置 1609所以非常漂亮 这样从这个位置去做空 然后下跌到这个位置 拿了这个指引是 所以要恭喜我的VIP们 好 如果你要了解VIP 在影片的资讯栏下方 其实就有了 然后Telegram 我们只有一个 太多冒充我们的杂片的 这个Telegram账号了 大家要小心哦 我们只有唯一一个 而且我们没有Telegram群組的 好 那我影片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拜拜 你去带你飞 哎 你去带你飞 加入你去DNF 大家一起飞 哎 你去带你飞 你去带你飞 加入你去DNF 大家一起飞